飯,每天都吃的啦 但吊上半空開餐,你又試過沒有? Dinner In The Sky 承宴長空將餐桌吊起 讓人嘗試沿浮半空開餐的滋味 最近承宴長空巡迴到海南三鴨 旅遊子記者Mercy親自上陣試玩 承宴長空的概念始於比利時 巡迴全球超過50個國家 今年底就來到海南的來佛市酒店 我曾經在廚拜工作 我看到Dinner In The Sky 在廚拜中 我甚至試過在海南三鴨 我曾經在海南三鴨 這是一種驚喜的經驗 我從未忘了 於是總經理聯絡主辦單位 現在酒店每天有五場空中盛宴 除了五晚餐之外 還有下午茶和咖啡時段 今次記者試的是晚餐時段 因為可以欣賞日落 開飯前一小時 酒店職員和廚師忙於整理好餐桌 話就說在空中吃晚餐 但其實原來一點都不適合 這裡的餐具佈置 和平日在一般西餐廳吃的一樣齊 另外也發現了餐椅的小乾坤 坐上看落似菜車椅的餐椅後 有專人幫你綁上安全帶 原來椅子邊還有個小把手 可以被人在空中把椅子完全分平 不過記者就細膽一點 在平地試一下就算了 準備好就可以出發了 餐桌慢慢向上升 然後看到的是一望無際的大海 升上去 廚師就開始準備上菜了 太陽就慢慢下山 我們在地面上是做菜起來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說沒有太大的考驗 像我們在上面的話 對我們的挑戰是很大的 就是因為這種不方便 然後我們必須所有的食物 必須在下面準備好 然後所有的細節要想得到 以免就是漏掉了某一兩個 會影響客人的用餐的體驗 由天光吃到天黑 總共吃了五道菜 但因為半空中的電力有限 又用不到煤氣爐 所以菜式以蔬菜和海鮮為主 臨近尾聲 廚師團隊任務完成 和客人一起喝一杯 然後就降落地面 雖然空中植飯看起來很過癮 但其實坐了三個小時 動都不動得 其實很累的 記者試過之後就說 都是覺得 正正經經地在地面吃一頓飯 感覺更自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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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